今天來臨早安,感謝大家令臨我們看到車外空間的永續漁業的明具有在海洋環境的力量 令臨我們今天的六口管理,討論我們養殖漁業的議題 那不好是因為我們今天交通時間有比較單個 那為了就是讓各位來賓可以多分享一點 我們今天是不是,我們會省略一下 會省略一些長官的致詞跟來賓兒介紹 我們就直接從我們的政體開始 那首先我們會從我們的政策環境面 我們會先邀請我們的漁業署的成副署長 直接幫我們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就直接跟那個成副署長幫我們分享 漁業署在漁業政策的那個... 喔,欸,好,這邊有空的空的空的空間 對,然後... ... 你們是用手指的啊 小福盒 手指 府盒竖 我們開始那個麥克風 如果需要麥克風就去桌上來對牌,就要給我 好 這已經是阿姨的狀態 對,大一就阿姨 聲音可以再講 他那個麥克風手持的最大聲就是這樣 對大聲就是這樣,那可能要講 對 好,今天政委還有我們 就請容我故意稱呼我們的老朋友、新朋友 剛剛政委在車上,他有跟我聊了一下 我有請教政委一些事 然後他有問我說,待會他需要怎麼介紹我 那我是說,其實我看了一下名單 今天出席的,其實好像我們的拭目魚女王、健身 然後等等,其實都是認識很久 那當然有一些新朋友 可能我們是今天第一次見面 那很高興今天有這樣機會 其實說我來報告漁業的政策 我覺得可能有一點嚴肅 因為我剛剛有跟政委報告就是說 台灣養殖漁業其實發展很久了 那走到現在來 我們最近也一直在媒體上有聽到就是說 施木魚生產過剩 或台灣雕生產過剩 百香養不起來或文革養不起來等等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們有在思考就是說 到了這個時候我們養殖產業其實也應該需要做一些產業的調整 那也希望趁有今天的機會 不是我跟各位去做怎樣的政策說明 而是希望說大家有這樣的機會 可以共同來看我們這樣子的一個炒米的方案 有沒有需要可以更好更完善 那首先我大概會從幾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從國際的觀點 因為我們的前提是水產養殖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看就是說 為什麼水產養殖在國際上有什麼樣的一個重要 那這邊可以看到這個橫線是我們的連路點 那這個右邊的這個是指那個人均的一個表官的一個消費量 那左邊的這個是魚類的一個利用量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淺藍色的棒其實是我們的一個 共人類使用的一個魚產品的一個利用量 然後底下這個棒是非共使用 它就可能有一些是共作油脂、飼料、魚油、魚粉等等之類 那這樣子的一個全球魚業總生產量 已經來到1.7億公噸 那我們看這個生產速率 就是人類消費量的一個速率跟人口的一個成長速率 從1961到2016年 這一個人口的一個水產品的一個消費數率 大概是3.2百分比 那人口的成長速率大概是1.6百分比 所以表示說我們真的吃水產品吃的很多 那這樣子的水產品到底要從哪裡來?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個橘色的部分 是捕撈的部分 那這個水產品是養殖的部分 這是一個全球FAO的統計資料 那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捕撈量其實在19多年 已經就是去那個磁緩的一個狀態 大概有一點食品成長已經有一點不太停滯了 那水產養殖是持續在成長 所以水產養殖在攻擊人類水產品的一個角色上 其實是越來越重要 那我們再看看台灣水產養殖大概發展有兩三百年的歷史 那真正比較走向奇約是大概在1960年代的時候 因為人工繁殖跟水產配合飼料的一個開發 所以那時候就走向奇約然後開始蓬勃的發展 所以我想再就各位聽過我們草蝦王果、鰻魚王果、石斑魚王果等等 各式各樣的名號這個養殖王果的美名都一直出現 但是近幾年來確實有面臨到一些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就是說剛剛看到是全球的水產養殖其實是往上發展 那我們台灣呢?我們台灣的狀況在全球的狀況上是怎麼樣?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大概1950年代 我們那時候台灣的養殖的產量大概還占全球養殖產量大概有4% 但是近幾年來已經降到0.3%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我們先來從我們的一個養殖的基本資料來說一下 大概我們台灣的一個陸上漁物面積大概有4萬公頃左右 那海上有1萬公頃海上就包括前海跟蝦王 那前海有包括剛剛我們其實在來的車子上看到旁邊有一些那個西湖引進的水道 有一些做牡蠣的養殖那海上是有一些蝦王養殖 那我們在2018年的一個養殖產量大概有28萬公頓 那產值大概有370億元 那這邊跟農糧作物比較不一樣的是我們水產其實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去做外銷 所以我們內外銷有佔比大概7乘7跟比那個2乘多 那我們的養殖台灣的養殖的一個可以繁養殖的物種非常多 也有講上百種那我們這邊比較保守大概講50多種 那但是主要集中在這幾個大宗的一個物種 譬如說吳柏魚就是我們講的台灣雕石木魚文革牡蠣如魚石斑五載魚白蝦等等 這些大宗物種就已經佔我們總產量的92百分比了 那剛剛就講說到底我們有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我們的產量在世界上的佔比是逐漸的減少 所以我們盤點了一下大概歸納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我們的水土有限環境惡化 因為養殖它必須要利用到土地跟水源 那有時候在這個合法的水源的一個證明文件取得 或者是土地的容許 因為早期可能有一些地它是地挖地 或者是說養殖的收益比稻作好 所以它就把它開挖成餘溫 那所以也可能造成了一些餘溫土地 其實是比較連散破碎 不是那麼樣的一個其中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剛剛看到我們的內陸的養殖 跟海上的養殖大概是四萬跟一萬 其實我們海域的利用率很低 但是我們台灣其實是一個海島的國家 那另外就是極端氣候的影響近幾年來 要嘛就是低溫寒害造成我們濕木雲 或者是一些物種的死亡 要嘛就是說氣候太熱造成我們溫格 這樣子的一個冰害 或者是說因為這些冰害頻頻頻的發生 所以有時候業者就會想我要投入更多 看是不是就再讓它的存活率會好一點 所以養殖密度也很高 那有時候你養殖密度高 我們又是一個雅熱帶國家 可能就會引起了一些疾病 所以會有一些用藥的風險 那當然它的一個存活率 或者是這些腫瀟的體質都不是那麼樣的足夠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因為水染動物用藥的輔導 它必須是受醫師 所以我們的一個防治輔導的人力 在這方面其實也是有限 那另外就是我們產業結構 目前我們的一個人口 大概如果在實際上看到的 我們今天在座幾位都是很年輕的 這個都是我們的心血 那其實絕大多數的一個 從餘的人口都已經有老化 那這幾年也反應會有面臨到一些缺工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說投入的一個技術 或者是要比較有所謂的智慧化或等等 它必須要有一些資本 這樣子的一個門檻比較高 那平均我們的一個餘溫的生產 那個規模都是偏小 不像國外它是一個比較公司或是企業型態的一個 所以有一些我們業者的一個觀念 我們也希望能夠大家能夠與時俱進 那剛剛提到的 因為我們外銷的比例也不佔小 尤其是像台灣雕 過往它這幾年它的一個內外銷比大概有四、五成左右 所以如果外銷的一個管道不順暢 那這個養的餘貨賣不出去 勢必就囤積在國內的市場 但是台灣因為又是潛盆的市場 所以就很容易就會發生採銷失衡 那另外我們主要的外銷市場國 那目前看起來是屬於比較集中的一個狀態 那加上我們的一個經營 因為你土地小 沒有辦法能夠去像國外這樣子一個 大規模土地的一個運用 所以有時候在成本上的一個競爭 可能就是會有比較辛苦一點 那此外就是研發 研發是帶領了產業往前走的一個重要的動力 所以這個部分可能就是需要再去做強化的一個動作 那經過剛剛分析大概歸類成這五點 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 看可不可以透有所謂的專區、專水、專訪 來去把它做產業結構的一個調整 然後能夠讓產業來升級 那它實施的一個策略 我們概分為幾個方向 第一個我們就是說 看怎麼去調整我們的產業結構 那當然就是說 來去合理分配我們的水土資源 那包括了就是說如果不是做的 可能是不是要去做轉型 那另外就是說我們是不是要推動海上相亡養殖 那另外把一些基礎的公共設施 鋼體的水路等等把它完善 第二個就是說 無論是人力的缺工或是要把產業升級 其實自動化、智慧化的一個設備的提升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會有去推動這樣子的一個設施 那這幾年也開始陸陸續續有去進行相關的示範場 結合綠冷的示範場或推動AI 那另外我們也推動了養殖保險或疾病的診療 希望能夠來因應這樣極端氣候以及有前瞻的一個發展 那另外就是說看有關人力 因為一切的產業其實還是要回歸到人 所以我們希望也有一些青年的導入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扶植一些農企業或者是說合作社等等 那有關青龍回來其實面臨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土地的需求所以我們要利用這樣子一個農地的銀行 來去做媒合然後協助導入這樣子自動化設備 來補充多元的一個人力需求 那另外就是在避免採銷失衡也要必須要計畫性生產 跟積極拓銷外銷市場 所以我們是希望定調再說是以內銷為主外銷為輔 那希望業者能夠所謂的能夠落實來申報 因為我們的養殖放映量申報其實推動了非常非常多年 但是一直在執行上有一些困難 業者沒有辦法能夠來如實申報 但是當需要達到預警的時候 業者又急迫需要政府來去做這樣子的一個協助跟處理 所以希望這個部分能夠大家一起來合作 那當然你要把好的產品要去拓展外銷必須要好的產品 因此我們也希望推動一些在產銷履歷 那另外也教導我們的從國小學童開始跟社區跟學校老師 各方面去推動食籠教育 那水養品因為它含水分很多 所以它的一個加工凍層保簽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再能練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也這幾年一直開始就積極再去推動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最後剛剛實際從事業者還有就是我們的產業團體的 這樣子的一方面的人這個完善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在輔導的人力科研的人力必須要去增強 那另外我們也希望在我們的餘業法裡面 無論是從訂定專章或者是訂定專法在養殖方面能夠來去做強化 那希望藉由這樣子的一個產業規劃 從育種開始一直到繁養殖到加工到教到銷售 能夠這樣子的一個產業鏈能夠再去做進進 那希望最後能夠提供大家一個養殖永續 跟綠色養殖的這樣子的一個願景 讓我們的產業永續的經營發展 那以上的一個報告謝謝 謝謝雲業所的成婦組長 幫我們分享那個雲業的一些養殖跟花膽 那接下來我們會邀請那個水產所的 朱永童研究員幫我們分享他們的水產所 如何就是跟我們台灣師母共存共能 謝謝各位來賓 大家早安好 我是水產實驗所海水環氧質研究中心 研究人朱永童 那我們上班的地方就是在前面13號水路的對面 所以說今天很歡迎各位到七五來 那接下來我來報告水產實驗所這幾年 在技術面它所做的一個研發的一個努力 那臺南市它是一個主要的一個水產養殖的一個重要的縣市 那根據107年度月年報的統計 它的陸上養殖魚屋的面積有13600多公斤 然後我們整個台灣大概有4萬多公斤 所以臺南市它所佔的養殖面積大概佔全省的地位 所以臺南市是一個主要的一個 花展水產養殖的一個主要一個縣市 然後它的產量也達到8萬多公噸 然後它的產值也超過了81的一個產值 那以目前臺南市的主要的一些物種來講的話 大概主要有四木魚、吳郭魚、石斑魚、文革、牡蠣 以及白蝦的一個養殖 那從這張圖各位可以看到它所佔的 以四木魚來講的話它的養殖面積大概有4000多公頃 然後它的產量大概有2萬多公噸 2.7萬公噸 然後它的產值大概有23億元 然後以吳郭魚來講的話 吳郭魚來講的話在臺南地區大概都是 屬於臺南水養殖的為主化 它的面積大概有128 128 1200多公頃對不起不是很清楚 然後它的產量大概有2萬多公噸 然後產值12億 然後以石斑魚來講的話 它的養殖面積大概有700多公頃 那實際上在臺南市的主要石斑魚養殖 大概都以總的生產為主 然後但是它的產值 就創造了大概7億多的一個產值 那接下來就是一個文革的部分 早期的話文革都是在彰化、張鈺嶺地區 那因為中部地區它的因為氣候的問題 以及疾病問題 所以整個養殖的重生慢慢也難以到臺南來 所以目前的文革的養殖面積大概有3000多公頃 然後創造出來的它的產值有大概15億 所以文革也是目前臺南市主要的一個水產物種 那另外還有兩種就是牡蠣的部分 牡蠣部分大概一般都是屬於內海養殖為主 那還有就是少許的一些白蝦養殖 那這幾個物種是目前臺南市主要的一個養殖物種 那第一個物種就是屬於牡蠣 那這個部分我想等一下那個有些那個 等一下那個業者還會多加了介紹 那我就不再去吃齁 那為什麼會點出這一條魚 因為這一條魚我想剛才聽鄭偉說的 昨天吃的蠻汪豐盛的 那實際上這一條魚大概在台南這個地區 大概有400多年的養殖歷史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那這些產品我想幾乎它從頭到高零片到美國 都可以利用等於說都沒有它的廢棄物 所以目前這一條魚的整個加工它發展的非常的完善 那我今天特別提到就是潛雲池的一個養殖 那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現在目前的話大概食物養殖都是朝向深水師養殖為主 那我們為什麼會提到這個 因為目前整個為了整個一個養殖業的一個容器的發展 所以我們會朝向生態養殖來發展 那現在目前大概在台灣的一個潛雲池養殖 大概只剩海水養殖還保有這個優良的一個養殖模式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很簡單 它對環境相當的友善 我們不另外再投資料 然後相對的它的 我們放養的密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它對於整個魚體的健康度是目標加的 而且這個全程是不需要用藥物的 所以它對整個食品的一個健康安全 是有很大的一個保障 另外還有一個特殊的特點就是 它對生物是非常友善的 那從這張圖片可以看到 大概每年入洞之後 我知道我們的潛雲池水位降低之後 這一些遠方來的貴賓或是黑面皮路會到我們中心來 這個是在以外我們所統計的資料 大概一年大概會有五十隻到兩百隻到 我們中心的潛雲池魚來做密實的一個動作 所以我覺得這個產業對於整個環境 對於整個一個周遭的生物跟我們人體健康是相當有幫助的 所以我在這邊把它特別點出來 那另外在海水中心過去所研究的方向 大概都以死班為主 那過去我參與到的石班也就大概有三十年了 那過去有的研發魚種大概也點在石班 龍展石班、金錢班、甚至雜礁龍捕班 這是我們過去所一律的研發物種 那因應氣候變遷以及市場零數 所以我們也開發了其他一種石班 那目前來講的話大概有所謂的赫石班 就是俗稱油班 那這一條石班它是反射體系 它是屬於比較偏溫帶性的魚種 它可以耐比較低溫的一個含牛奶 而且在幾年前的一個霸王劑含牛 大概經過那次含牛吸引之後 我們也認識當然有幾個物種 可以耐受到那麼低的一個低溫 那其中這個赫石班就是其中一種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行了這一些物種的一些改良的工作 那另外還有一個比較經濟的物種就是東興班 那過去在東興班的話 都會認為說是豐富地區的物種 而且它必須是養殖在香脈裡面 但是這幾年來經過我們還是東興的努力 大概我們從苗然後獄成魚苗之後 在中間獄成甚至到養成 甚至到大概四、五年之後 我們已經把它養成種魚 已經搭到陸上漁溫的一個完全養殖了 所以未來這條魚我想 因為它的瘦價還相當的高 大概每公斤還有一千多塊啦 那未來可能在國內陸上漁溫 陸上攝氏養殖的話 它是很受期待一個物種 那這個就是我們進行的一個品種類改良 那這個是油斑 我剛才提過它屬於偏溫帶性的 然後這一條是龍斑 它屬於熱帶性的物種 那我剛才提過了 油斑是它對待低溫 但是龍斑它長得快 但是它不耐以低溫 所以我們進行 而且它的成熟 它因為一個是溫帶吸引物種 一個是熱帶吸引物種 所以它在台灣不可能同時間成熟 那我們就運用我們生物科技的方式 讓它在同一個季節裡面 同時間可以成熟產卵 這個是我們已經突破了一個障礙 這個就是我們育出來它的六秒 另外還有一個金錢斑 這個我們都已經成功的開發出來了 那目前我們在做養殖的一個評估當中 那除了石方物種之外 大概很多評估都問我說 儘管市場那麼不好 然後景氣那麼差 還有什麼物種可以推呢? 那那時候在寒流之後 實際上這個文明也是經過寒流洗練之後 它還燦存下來的 然後我們就開始開發這一條魚 那目前大概也完成了幾乎快完全養殖 那大概這幾年也會把它推計算出去 所以那這條魚它長得也相當快 它大概當年的魚秒大概可以長到一公斤 就是六個月到八個月都可以長到一公斤 所以未來它也是一個養殖 可以嘗試去推廣的一個物種 那黃蠟生它長得也很快 那早期的話種魚戶相當的少 然後送魚戶也相當的少 然後在澎湖業者跟我們海水中心 這個工作之後 我們慢慢把這種技術給建立起來 也計算出去了 所以目前大概整個南部地區 也有很多人在養這條魚 那這條魚大概也大概當年 當年的秒就可以上市了 所以也有很多魚 對這條魚也蠻有興趣的 那在文革的部分大概 剛剛有提到在海水 在台南地區主要的貝類物種 大概有文革的牡蠟 那這個貝類的養殖它屬於屬於 比較偏生態養殖 因為它本身它可以顧碳 可以減少碳出基的化身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把它歸類在生態養殖的部分 那在過去幾年我們進行了一些源頭管理 還有玩點技術的改進 以及科學化養殖技術的研發 那在經過長期 前幾年的一個疾病的因素 那我們也在導向整個要做一個快速成長 以及抗病力的文革的篩選 那這個抗病物種 這個品系是目前我們積極在開花的一個品項 那文革的部分 再來就是牡蠟的部分 那牡蠟的部分在氣候變遷的一個影響之下 它的抗病會 可能是氣候影響到達天堂的抗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海水中心就是台西分鎖部分 也開始著手這種牡蠟的人工繁殖 所以我們現在的一個抗病方式 是藉著一個人工的一個繁殖 然後用人工去抗病 不需要把這些機子 直接拿到海裡面進去抗病 這是我們目前所在應應氣候變遷的 研發出來的一些技術 那為了整合這些養殖 我們就 我們為了一個永續的發展 然後我們把它整合一個 多營養間的一個養殖系統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把 應用它不同生物 它互利共生的一個特性 然後我們把它整合起來 譬如說我們會把一些魚蝦背 它不同的一個食性 然後它生活不同的空間 我們把它整合再換 然後去弄一個 研發這一個養殖系統下來 那這個也有一個好處說 它對於整個水性能利用的一個好處 它能夠達到淨水及結水的一個效果 然後它對於整個環境孤軟 就是它的殘餓跟糞便量的話 它可以藉著這些藻類把它蓋卸掉 所以這種養殖方式是它的 是一個相當一個 等於說是一個綠色的一個養殖的一個產業 那在創新部分 創新的部分我大概會提的就是 石斑魚的一個肿苗生產部分 那這個部分大概過去石斑魚最會遭遇到的就是疾病的問題 那疾病問題大概是有確實感染 還有什麼感染 而且它主要的都是病毒性的因素 所以在整個一個策略部分我們會從腫瘀開始 我們會篩選它沒有病毒的一個腫瘀 然後再接下來我們會進行腫瘀免疫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會培養一些比較用一些 它本身有燙一些病人菌的一些益生菌 來進行它的一個藥藥生物的培養 接下來在我們疫苗期的話 我們用疫苗的方式去進行它的一個培養 那這個是整個我們一個產業的一個策略方式 那這個是我們在腫瘀過程當中 如何去做一個篩選 這是我們的一個血液流程 那這個是在我們的一個腫瘀免疫部分的一個實驗 那這個部分就在我們這張組可以看出來 所以我們經過腫瘀免疫之後 它所產生出來的受精藍 它證實是沒有病毒感染的 但是在對照組的話 然後這邊還可以看到說 它的受精藍還是有病毒的存在 所以證明說這種種免疫的話 對這個斯巴利種的部分 它確實是有一個達到一個阻斷病毒 腫瘀子感染的一個效果 那另外在耳料部分 大概在之前的研究也提到說 這些耳料生物它會有帶菌 帶病人菌的一個疑慮 然後經過我們中心的一個篩檢 篩檢這些豬菌之後 我們都在做大量的量產 然後把它弄成一個系統 所以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所測的大概 這豬菌它可以一支無菌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都是以這一豬菌來取代 目前的圍藻生產 然後再用這一些菌 來做一個耳料生物的一個大量生產 那在接下來就是說 整個未來的一個因應氣候變遷的一個因素 那個攝氏化養殖是未來的一個趨勢啦 那還有因應那個疾病的一個因素 所以目前的話 我們是用隔離式的一個屋棚的攝氏方式 來進行斯巴利種的育種跟育苗 那這幾年 經過這幾年的研究 大概我們的成果大概會比外界好到 大概5%到10%左右 那以我們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的育成率最高都會達到30% 所以用這種方式來進行它的育苗 是相當的會來行的 那今天的報告就到此 謝謝各位 當然感謝漁業署跟海水中心 跟我們分享他們在養殖漁業的政策面 然後繼續努力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會邀請我們社會創新的 專程度轉型 面對如競瑩 女生館的如競瑩 跟我們分享 善到產業的危機跟轉介 我再試試看那個麥克風 我可以來一點輕鬆的先播放一段影片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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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好像沒有提供影片 是多天的嗎? 這位可以上網嗎? 這應該不行 好 那不能上完我就自己演自己唱好了 好啦 這個感謝大家 大家很早安 我們所有的同業 還有我們長官大家好 那我這個半路出家 然後一路撞進這個失戶於世界的人 其實我這是我第一份工作 我是一個家庭主婦 從來沒有上過班 因為是台南人 所以想家想媽媽的時候 然後結婚之後就住台北 想家想媽媽的時候 那就是想念媽媽間的事務 那因為這樣姻緣機會在17年前 就進入了這個事務域的領域 其實我的家族背景 還有我的這個生活的成長的過程裡面 完全沒有這條一個存在 那所以在這17年的過程裡面 從完全就是一個家庭主婦 然後消費者的角度 到進入這個失戶於產業的這個領域裡面 其實這個過程 它是非常非常的有趣 然後也非常困難有複雜的 那這17年的時間走過來 其實我在7年前回到台南 成立這一個主題館 那成立主題館是因為我在這10年 前面的10年事實上我做的 就是一個產品的開發 把這條魚從生鮮加工做到保健保養 可是開到了一圈之後 我發現了施木魚它面臨就叫三老 我們提過施木魚的三老是哪三老 施魚的人老了 養魚的人老了 認識施木魚的人都老了 我憑什麼說它不老 我簡單來說一下死掉 這個我常常屢四不爽 我說如果我們大人小孩老中親三代 我們要去吃飯 我們給三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 我們吃麥當勞 第二個選擇 我們吃施木魚 然後第三個選擇 我們吃水餃牛肉麵 請問一下各位 我們身邊的孩子他會選擇吃什麼 他會吃什麼 他大概會吃麥當勞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人養出來孩子 是會想要吃麥當勞 為什麼 以我自身的經驗在終關這17年的經驗 飲食是有記憶的 因為我的媽媽他煎了好吃的施木魚給我吃 所以我想媽媽的時候 我想念他的施木魚 那這些孩子在他成長的過程裡面 這個所謂的麥當勞的情境 氛圍 用餐的環境 他是愉悅的 所以在他長大之後 他對這個是有印象的 考試考100分 爸爸媽媽帶你去吃麥當勞 樂樂棒球打冠軍 老師請全班吃麥當勞 所以飲食是有記憶的 所以當孩子長大之後 爸爸媽媽 阿公阿媽你好辛苦 所以我請你吃飯 我們吃麥當勞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記憶的 所以一代傳一代 那我們孩子現在在這樣的時空環境裡面 他可以選擇的東西很多 我們為什麼要吃施木魚 我在做的 我希望許孩子一個 吃施木魚的理由 吃施木魚的原因 沒有感情他為什麼要吃這條魚 所以感情在哪裡 我希望透過很多的方式把它找回來 那17年的過往 我透過了就是旅遊 遇教於樂 因為在旅遊的時候 是你最放鬆的時候 是你對這個最容易進入那個情境的時候 所以透過旅遊 如果可以遇教於樂 讓這一條魚在無形之中 可能透過一個短短的半天 然後透過短短的時間 可以讓這一條魚走入消費者的印象 走入他的生活 影響他的消費行為 我覺得它是一個深度的 有深刻印象的東西 所以開始我們就這麼做 那成立一個施木魚主題館 希望透過主題館的概念 把施木魚400年來他的好 他的美 透過這樣的一個主題的情境 可以讓消費者進入這樣的世界 可是這個時間很漫長 我走了17年 很辛苦 但是一直到現在堅持會做下去 為什麼 因為很感謝老天爺給我們這個機會 給我這個時間 然後給我有這樣的能力 發現我有這樣的機會可以去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樂此不疲 但是當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我也看到很多的這個後進的這一些晚輩 他們進來 像我們補糞魚香 我剛剛這個跟我們姨佩聊起來 我說這條魚事實上 我做了那麼久 我看到他們的時候 我看到這些新鮮的肝 新鮮的肺 這是太好了 尤其他們又都是一些高知識分子 他們願意進入這個領域 我說真的是太棒了 但是我很擔心的是 如果他們夭折了怎麼辦 我是一個人從什麼都沒有 然後不到10萬塊開始創業 我說我拎著那個大的保利龍香 然後坐著計程車 到公司航號到各個地方去推廣 去試吃 然後這樣坐下來 我17年前這麼做 他們現在三個人成立工作室也是這麼做 這是沒有人 沒有錢 沒有資源 你很難做的 我們重視有很好的理念 我們重視有很好的東西 這個三老在我們身上 在我們身邊看到他還是一隻老 所以我們需要很多很多的協助 所以我也很感謝說 這個過往裡面得不孤必有禮 很多的這一些單位看到我們 很多的這個機會在我身上 所以我是幸運的 可是是每一個人都可以這麼幸運嗎? 你有很好的理念 你就可以做得下去嗎?不見得 我們剛剛聽到這個我們月薯 聽到我們海水中心 我們的技術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國家也一直在做 我在17年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有一點孤獨 因為我做的事情 好像沒有人知道我在做什麼 一下子開發這個 一下子開發那個 一下子做這個 一下子做那個 從生鮮的又做到加工的 又做到保健的 又做到保養的 在一個產品櫃上 你很難成立一個專區 但是17年過了 下來了 也開始政府現在把食慾教育 變成是一個國家政策 我們在推了 我覺得很棒啊 我覺得很好 但是好像還要更快一點 因為我們老的好快 老的好快 那如果能夠更多人 我們集合眾人的力量 我們一起來做同一件事 我想眾志可成城 力量是要集合在一起的 我看到一派他們在做 剛剛我們聊了一下 也透過遊城 也透過很多的推動 我們一個人要分刺好多角 他們還有三個人可以分野不同的角色 可以有人是大腦去企劃 有人可以去執行 有人可以敲鑼打鼓 有人還可以腰臥工 關銷售 以前我一個人 孫悟空 這個72遍 現在17年過去了 我還在變 我的身分還要很多遍 那我不希望說 真的在後輩的這些年輕人 他們還要跟我一樣這麼辛苦 如果可能的話 如果這個產業 我目標就是有那條魚 一條魚起來了 其他的都可以按照這個模式來做 這個技術絕對不是問題 生產也不是問題 但是如果能從這個銷售端 行銷端 我們讓它變成是一個風景 如果可能的話 這個雨上來了 其他的雨我覺得都可以上來 海洋資源越來越匱乏了 如果我們不從海洋去拿我們要的東西 那我們就應該從養子去加強 如果我們從養子去加強 那這一些技術早就已經到位了 生產我們就在等了 如果吃的人能夠變成是年輕的 那我想養的人變成年輕 他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它是一個產業結構 綁在一起的東西 政府教育都已經在開始帶頭做了 養子技術早就已經熟成了 下面的產業 我覺得應該是 大家一起來共同努力 有共同的目標 就是把這些我們台灣最好本土 我們養殖出來的東西 不是各家放過的 我覺得絕對不是這樣子 因為我們做的工都是一樣的 我們後廢的人力也都是一樣的 我們看到的可能性也都是一樣的 我現在在做的 我想後廢在做的都是一樣的 我走過的 他們也都正要走進來 所以我知道各種的辛苦 所以我常常會跟他們分享 我們如何可以一起 我們可以把子彈集中 因為我們都很小 我不到十萬塊創業 他們三個人從學生時代開始進入這個 旗鼓然後開始創業 我們如果還要這樣子 你們還會有17年嗎 然後17年換個位置 說還是一樣在苦哈哈嗎 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 因為現在是一個智慧的時代了 現在是一個共享的時代了 如果可能因為我們產業的共享 然後結合政府的力量 那這一條魚 這個產業 這個養殖業在我們台灣 它可以成為是一個國際的亮點 因為我們目標是一致的 我們希望虱目魚可以魚躍龍門 我們希望台灣漁業可以魚躍國際 這我們目標是一致的 但是其實最困難是人 我們剛剛講到了缺人缺工 然後人如果不能合 人之良品很簡單 可是如果人之不能合 一切都是枉然 不管你再多久 它就是相同的 其實有一首歌 阿爸有三個魚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網路 如果能夠聽聽看的話 我覺得那一首歌 非常能夠代表台灣的漁業 那因為今天時間很有限 那我不應該佔用太多的時間 還有嗎 還有嗎 還有時間嗎 還有三分鐘 OK 好 那我們簡單就趕快跑一下 我們的那個簡報好了 這一條台灣第一語 從17世紀到現在就有了 那它到底是一個三老的宿命 還是一個絕佳的一個魚精是一個機會 在我看來它絕對是一個魚精 所以我們努力 那三老的行業我們應該怎麼辦 我希望努力改變的 就是師母與它的總體經濟的價值可以提升 食魚人口如果能夠年輕化 養殖人力能夠年輕化 這一條魚就有可能走出台灣 那為什麼要它 我想大家都知道 那做了很久 如果我的人生不是因為師母與創業 我想家裡的主婦 不可能有這麼豐富的人生 所以它是我的貴人 所以鍾奇醫生 我願意為我的貴人打拼 邀請各位從為他的貴人 那這首歌就是我剛剛講的 阿爸的薩拉皮 很有意境的 有時間大家可以聽聽看 那如果可能為他打造一個舞台 那這條魚 它有非常非常多的好的元素 不凡是歷史、觀光、生技、環保、生態 一直到美時 這麼多豐富的東西 如何可以結在一起 我永遠只有這四句話 這個產業讓人驚豔 這個過程、這個歷程讓人感動 如果你願意的話 願意拋起你的荷包 用你的力量來支持它 不斷的分享它 那這條魚 它將有不同的命運 那素材它是在地化的 但是我們行銷是要國際化 多元的食物魚 它有可能要上龍門 那透過非常多的方式 將這一條魚全餘循環 讓它的經濟總體在線 透過很多的策略、很多的方法 無非就是希望大家能夠多多認識它 那這是我們過往的一些經驗 這一條食物魚 它不只是時尚 又是優雅 然後當然又是秀色可參 透過了產地的這種旅遊體驗 讓消費者有機會可以走入產業 認識它的辛苦 那從魚場到餐桌 傳統產業它必須扎根教育 那透過了這個點線面的串聯 讓創意的生活可以展演 以生活文化故事優雅的方式去結合商業 就是要商業 我們才能活得下去 這條魚如果有機會 我們希望從台灣出發 台南人的家餘可以布局兩安 然後MIT、魚耀龍門行銷全世界 那這條魚事實上在我17年的這個歷程裡面 很欣慰的是 它終於有機會可以進入美國的大華超市 然後每個月我們的虱目魚杜舟 虱目魚水餃 它都有機會可以出貨櫃 這是一個很漫長很漫長的旅程 但是我們目前做到 永遠就只有這一句話 堅持、努力、不放棄 就有可能可以看見明天的太陽 以上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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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虎神館的經營跟我們分享 它如何用行動創造三老產業的短績 那接下來我們就聽聽看 我們的虎分宜鄉的廖宜佩共同創辦人 然後分享他們如何用食欲教育 化年城市跟雲鄉的資源 歡迎 大家好 我是虎分宜鄉的宜佩 然後虎分宜鄉今天有另外一位夥伴小金來 那非常謝謝剛剛魯姐也要稍微幫我介紹 讓我的自我介紹就可以再縮短一點點 對 魯姐是半路出家 我們從幾點就出家了這樣子 對對對 那 OK 可以幫全民 那我們其實剛剛魯姐有講說 我們在做的就是 一開始在進入這個漁村 我們欺負這個地方 OK 那我們的工作是在這個時分裡 就是我們台灣最起端的這個聚落 那是讓我們長期合作的漁溫 就是以文革為主 我們是從文革起家 鄭委員來過 對對對 是在這個我們國聖燈塔這個附近 那其實我們現在在這個社區裡面有一個點 是以示牧羽為主的一個遊城 後面都會稍微描述一下 那這是一個景致 我們都會用這種方式去告訴大家我們的位置 那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就是這是我們團隊兄弟有三個人 那其實我們一開始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也是很徬徨 就是從一開始我們有種帶著一個理想很熱血的進到這個地方 到現在已經三年其實我們變得非常的謙卑 尤其在像比方說今天每位都是水產界的專家 其實我們是很謙卑 有時候是很 有時候還相看兩無言就是 欸我們到底在幹嘛這樣 我們也常常這樣質問自己 不過有時候還是有一些小小的肯定 就是比方說我們今年上的封年社跟魚夜推廣雜誌的封印故事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就會覺得說其實我們有被人家需要的價值 只是我們要怎麼樣把這個價值變成一個 或許它是商業模式或者是一個缺 所以補足缺口的部分 最重要的是它怎麼可以養活我們自己 就是剛剛突然有一直提醒我們的一件事情 那其實我大概描述一下 我們一開始就是三年前的這個起點中進來 是我們自己提了一個很抽象的概念叫做城鄉經濟人 因為我們有本是學鬼話 我們一直覺得城跟鄉之間有一個落差 那我後面再講這個概念逐漸它在濃縮 就是本來只是空間上的城與鄉的距離 那我們在中間找一個定位 那怎麼樣在這個過程裡面我慢慢的發現說 我們其實定位要定位在哪兩者之間 那我們第二個就是定位 就是說我們再做一個食於教育 那食於教育是什麼東西呢 這檔案已經跳過 所以我們一開始只是想說 我們怎麼樣把一些城鄉差距之間的人 跟資源串聯在一起 所以我們一開始其實就是直接跟在地的小學 跟漁民在合作 那在地的小學就是因為那時候他們校長有提到說 在地的小學的小朋友家裡都是做養殖漁業 可是小朋友對這個漁業是不認識的 那你可以想接他長大 可能就不會對這個行業沒有興趣 那就不會回鄉去接這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跟著小學去合作說 怎麼去帶著這群小朋友認識自己家鄉的產業 而且怎麼在這個過程裡面把漁民拉進來 讓漁民去看說其實除了你做生產之外 偶爾分享一些資源來做教育 去做這種推廣其實是有他的意義存在 那到現在我們慢慢的就是介於 介於這一般民眾也就是從學生 到後來我們開始推親子 到現在我們去展受接觸到更多的受眾的時候 我們其實的定位就是變成 從剛剛的成語相在空間上 現在變成是生產者跟消費者之間 我們在找一個定位 那其實慢慢久了其實又發現說 其實我們除以介於消費跟生產之間之外 其實我們更介於行銷跟教育之間 也就是買賣跟教育之間 其實我們也不是單純在做買賣 我們希望是包裹著一種認知 或者是傳達一種理念的方式 去做這個推廣去賣這個水產的一個位置 所以在我們的做的事情裡面 其實我們更在實際上的距離是更靠近生產的 但是在認知上我們是很靠近消費者的 因為我們剛剛說我們是超級外行出家 我們完全沒有這個背景 而且還有加工食品的背景 我們是完全沒有 所以那時候我們覺得我們很粗糙 就是有點硬要才進來 但是實際上我後來發現說 其實我們更了解消費者他可能對於這個產業的不認識 所以我們後來就覺得缺口非常的大 就是我們怎麼樣讓我們去接觸到這些消費者 去認識這個魚的養殖過程 而不是只是單純說這個魚好不好吃 或者是一個很單純 不是我們更希望他的是認識生產過程 包括這個生產者他的辛苦 所以我們辦的活動都會讓我們的消費者 去看到真的生產者 因為我們後來發現說 其實讓生產者自己站出來講自己的產品 是比所有的認證都還要更有效的一種方式 那除了這樣之外 畢竟還是有很多遠距離的 所以我們還是會把我們的做的事情 去推廣到其他的地方 包括有的是就是建文我小在立的 然後在台南市區的 甚至我們到新北到屏東去推 去幫他們去做另外一種水產的模式的複製 那我們在做這樣的過程就是我剛剛一直講 我們要掌握住的一個之間 那個介於什麼什麼之間呢 就是在行銷、推廣跟教育之間 把知識包裹進去到我們傳達的理念裡面 那我們的食育教育的模式 就是說我們進入每一個社區 這社區可能是養殖業的社區 我們會把學產品之外 他的人文實力、地方議題裹進來 然後同時我們也會去觸及說 那個地方有什麼樣的生產者是好的 他知道怎麼樣做友善養殖 或是無獨養殖的方式 然後有一些地方組織像餘會 餘會這樣組織 然後當地的學校有沒有老師 現在也食育教育嘛 食育教育是弄教育法 最重要是當地青年 其實很多地方是沒有當地青年的 好 那我現在用一些照片說 我們的目標 目標就是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我們怎麼樣把七股的這個水產 這可能就是比較接近生產者這一段的概念 就是我把東西賣出去 我要用什麼方式去賣 那我們其實現在辦的有活動說 我們在市區去結合餐廳 這個是蠻多人做過的去結合餐廳 那我們也有曾經到花蓮去推廣我們 西部到東部去推廣我們西部的虱目魚料理這樣 那販售這個是結合活動 直接在體驗一整天的油塵之後 來個魚香的、魚溫上的餐桌 那我們這今年甚至到百貨公司 那我們在把握公司的時候 其實我們接觸到更多更多市區的消費者 這時候我們就知道說 消費者知道的事情真的是太少了 所以你要怎麼去讓他願意去買這麼貴的東西 那我們的策略 除了一直都是他多無毒養殖 所以我們會開始跟他講故事 跟他描述說這是多麼辛苦 像像比方說昨天有一個硬要殺我 一隻虱目魚硬要殺這樣 我們那個潛平無溫的虱目魚殺很兇 然後我就開始跟他描述說 這個為什麼人成本這麼高 我跟他很據悉名也描述說 我們的收魚的方式跟人家不一樣 然後他的生產怎樣這樣 描述完之後他就沒有殺了 呵呵對 大家還帶了五片肘這樣子 所以那個過程其實我們就知道說 啊原來我們可以跟消費者這麼暢談 是因為我們也曾經是這樣的人 所以我們知道他的他想會想知道的是什麼 所以我們有做繪本在這邊 繪本用繪本的方式去告訴他們 讓他們又比較接近 呃雖然距離很遠 但認知上是可以更靠近的 那第二個目標就是說 當然就是養殖漁業的食餘教育的推廣 那我大概跟大家分享我最近知道 就是食農教育法推廣 像我們現在農委會有在做一個 推廣食農教育計畫 很多學校就參與進來 那呃今年的提案 爆增食餘計畫爆增 但是另外一個是我們在2017年 有參加那個政策好點子那個比賽 聽到另外一個消息是去年輕 那時候我們參加的 那時候還有食餘計畫的 食餘相關的還有很多團隊 後來都沒有了 所以這是兩個資訊 我不知道這資訊可以怎麼解讀 就是在呃很多地方的漁會 已經開始要做食餘計畫 可是年輕人好像反而沒有很關心這個東西 對這是我們一個現象 那我們呃所以從我們自己透過遊城 像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吊師母語跟文革這個 呃真偉在裡面 這張就是摸文革 然後我們去透過過程去設計一些遊戲 然後讓大家更願意去認識這個呃呃 產生興趣認識這個物產 那這個旁邊這個是我們之前 兩年前先去林邊那邊去幫他們做食飯跟五載魚 然後去年我們在去的我們是去年是去林邊是做五載魚 到今年他們直接在地的漁會就直接跟當地的年輕團隊 直接做合作開發出了這個食飯魚的桌遊 他們那天玩瘋了就是一個養殖的桌遊 你要成為一個與你養殖桌遊玩瘋 然後然後我們的角色已經變成輔導團隊了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我們自己覺得很幸運的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真的複製過去然後成功 而且他們做的很精緻 那第三個目標是 第三個目標就是今年我們開始發現說 當我們這麼做的時候 其實在地很多養殖青年 欸他們也開始發現從我們身上看見說 願望我們還可以做很多事情 比方說他這個現在已經變成我們的那個教學了 來我們的活動裡面要教大家怎麼鯊魚 現在就是由他來 這是養在獨家那邊養白蝦的 那這個是他自己有一個工廠 他現在就是在他是做菜桃櫃的 他怎麼樣去在菜桃櫃結合海鮮 然後同時做教育 他們自己都在想說我要怎麼把這些湊進去 那這是從大概第三年才開始發酵的一個作用 所以我大概做一個總結 就是我們除了一開始開始這個深度 就是我們因為進駐在地方 然後怎麼樣去認識這地方 加強這個地方的知識性 或者是觀光 到推廣我剛剛講到零邊這樣 去推廣然後模式複製進去 然後到後來我們所謂的厚度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這邊 我們讓這邊的餘米生產者去做他的 他的衍生意 就回過頭來就說我們發現 我們本來就是比較靠近消費者段 其實我們不要硬把自己逼成一個生產者 其實可以直接跟生產者合作 讓生產者去增加他的附加價值 或跟我們合作 那我們就是靠近消費者這一段這樣 那只可能在這中間有一個 有一個怎麼樣的一個位置 是可以有商業模式 然後也可以打到他的加值的作用 那或許今天我們也可以討論看看這個議題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的解答 謝謝 謝謝 謝謝五分魚香的儀佩跟我們分享 他們如何和地方協力合作 發展食育交易的服務夥伴 那接下來我們會邀請我們的台灣好漁 跟我們分享他們如何用生態養殖 然後介護我們的門禮 請歡迎陳負責人 立領 掌官還有各位貴賓大家好 我是台灣好魚的創辦人建崎 現在這個養殖不只要兼顧環境的容許 還要面對其他細胞 所以未來是越來越堅持 那為什麼我們台灣好魚被取這個名字呢 可以看到我們的魚有沾點水 所以我們主要是運用賣魚的商業模式 要來解決所謂水資源的問題 水資源的問題 特別在極端模式氣候下的更新嚴峻 那水資源有什麼問題呢 一般來說水資源有分三大的問題 第一個叫做淹水 第二個叫做淹水 第三個叫做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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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問題台灣有的 竟然都有 而且在全球還是有排名 好 那我發現在座的人大部分都是半途出家 我也是半途出家 不好意思 我以前跟魚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是這個資訊店 解決案店 搞了十幾年 後來想不開 跑來創業 大概知道一下就好 那因為我們前面提的這個商業模式 那就是用賣魚的這個問題 怎麼會解決水資源問題 所以陸續在國際還有國內陸續的一個想 那也有家人府的顏色還有新載銀行 還有背後這個默默的支持我們 好 那回到這個問題 那為什麼要用賣魚解決水資源問題呢 如果說我們把用水過分三大類 三大類 第一個叫做這個工業用水 第二個叫做民生用水 第三個叫做農漁業用水 他就覺得誰用水 用水弄 用水弄 工業用水 好 跟大家講一下 農漁業就用掉了百分之七十的水 百分之七十的水 而且台灣的農漁業 發展的地方在哪裡 在中南部地區 那這會有什麼問題呢 我們台灣的降雨量 從北到南去越南 降雨量越低 最長的地方呢 基本上它供水期 可以達到九個月 台南現在的地方呢 是每天的蒸發量 比降雨量還要發 所以在你這個 用水這麼大的產業 卻放在哪裡 最缺水的地方 所以這個基本上要發展起來 是相當不容易的 它有基本上的環境的表現的現象 如果說我們沒有任何改變 我們沒有任何改變 當然現在 前瞻計畫裡面 有一部分是在做這些事情的吧 如果我們沒有任何改變 十五年後 十五年後 我們每日缺水就是四萬噸 這什麼意思 那是在座每十個人 就一個人沒有水 一個人沒有水 那一方面 本世紀末 本世紀末 那什麼意思就是 我們在座人都不在了 哈哈 我們下一代的事情 本世紀末 因為一方面海平面上升嘛 那一方面因為西海岸 養殖或是統一的關係 一城下限 大概總共會有三分之一的國土 是在海平面底下 會被淹沒掉 這是去年的一個實際案例 所以嘉義東是長南村 大概過一年多 左右營 那下完營 就整村都 整村都淹沒 所以當時的行政月長 還特別跑來這個月亮 好 那 這邊也是這個西海岸的房子 當時都是有人住的 但是長久以來 因為地城下限的關係 現在都存在裡面 那也因為地城下限的關係 各位可以看到 我不曉得台南現在一坪多少 但是當地兩棟 由透邊再移動 二十六萬 大家要不要住 大家要不要住 其實住也不錯 四面玩海 景觀別墅 景觀別墅 好 那再來 這邊可以看一下 我們台灣地城下限的狀況 各位坐高鐵下來 坐高鐵下來 假設了 我不曉得會不會看得到 如果我們沒有改善 你可以看到 高鐵是經過這個地城下限區 最嚴重的地區 所以如果沒有改善 沒有改善 將來高鐵應該是只能開到張話 開到張話 我其他地方 因為基本上一年要下限到7公分 4公分 雲林 最嚴重的路段 去年下限6公分 我也不曉得高鐵還能撐多久 我也不曉得 那怎麼辦 今天如果你是縣市首長 你是一個國家的元首 變成這種情況 你要怎麼辦 如果未來你還想要發展農漁業 那這個 如果要發展到這個城鄉地方 交通建設也很重要 那高鐵斷了怎麼辦 對啊 好 我們這邊提供了一個 一個稍微簡單一點的方法 一般的魚溫 一般養魚的魚溫 大概是1米半到2米 1米半到2米 我們先把它加深到5米 5米 如果今天它的數量夠多 面積夠寬 它就像是一個 滯紅池的概念 如果你在面臨極端氣候 下大雨 下大雨 因為水還不出去 它可以有蓄穩的作用 它大概可以多容納 大概1500毫米的降雨量 那再來 剛剛有提到養魚要換水 所以我們這邊也是用生態過濾水質的方式 延長它水的使用的時間 那因為它到5米 5米好像跟這個淺瓶是不太一樣 我們5米很深 5米它就可以利用到這個 所謂的淺層地下水 我們就不需要去超抽深層的地下水 那再結合這個 無用藥養殖 所以基本上它就不會污染到當地的土地水源 那對後端人聖誕消費者來說 我們就能夠更開心 那這只是一個方法 沒有人使用 我們只是在執障品牌被推 那這邊我們將來希望可以作為一個示範區 因為其實我靠這個議題產面 萬一要賺錢很辛苦 很辛苦 我們現在有一個漁民 願意提供我們一塊土地 但是目前還缺一些相關經費 那再來就是 假設來一直往下沉的話 那沒有辦法 我們就搞搞看有沒有辦法 效法荷蘭 一個漂浮大家挑在上面好 挑在上面好 好那這個地方 我們將來或許也會結合這個地方創證 就把它弄成一個所謂休閒旅村的方式 不只賣魚還可以休閒 有點像自己前輩 大概是這樣的一個狀況 好這邊是我們整個希望將來的一個願景 其實我們提供的只是一個最基本的解決辦法 從坑源裡面去改善它的一個養殖方式 減少它操縮地下水 同時又別面臨所謂的急關氣候 其實背後的一些所有的設置 它就是必須跟政府整個一起去配合 那不管是所謂的抽水戰 或者是蓄洪池 甚至這裡面其實牽扯到所謂的國土規劃 其實它是整個要一起去協調去施作 我們只能做到最基本的部分 就是帶著這些養殖戶去 它是要一起去的 這裡面的圖案 可以用嗎 我往下 走 這位置 是很難的 是很難的 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我們等速度可以用一下 還可以嗎 我們等速度可以用一下 謝謝大家 這邊最主要就是說明我們只是做一個對基礎 希望能夠引導這些養殖戶能夠來轉型 減少抽取 接下來我們提供一個方法 那我們後面如果說能夠願意轉型的呢 基本上我們這邊就是協助去銷售 所以我們才成立台灣好的這個平台 能夠跟這些友善的養殖戶合作 把他們的東西能夠搬送到相關的動物 可以有實際的作為能夠來支持他們 因為必須要有實際的收入 他們才會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那如果做得好還有什麼好處呢 當然它可以減輕財政負擔 如果仔細回頭去看我們每年 政府的話在治水域上是非常大 不過以簡單計畫來看的話 它大概就是兩千億左右 兩千億左右 那當然做得好的話從民間來做 因為大部分都是政府來做 如果民間可以跟政府合作 可以小單反正做得好的話 就可以減少這個財務跟商網的損失 淹水長大會 會死人 那財務損失的話 大概每年因為淹水 大概每年會損失掉 兩百億左右的貨幣 那其實有相同問題的地方 也不會是只有台灣這個國家 可以用同樣的範圍 讓台灣可以成為這個全球商業模式 結合一個赤水的一個參考頂範 好 那我們就簡單報告到這個頂範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台灣好 有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何用麥魚的商業模式去解決了水資源的問題 那我們是不是中堂稍微休息個五分鐘 我們再繼續我們下一個技術與模式面的部分 我們是為什麼要做到一段時間 拿去的 今天你們ね 大家有需要一個小的方法 如果大家有需要請坐櫃 然後再給大家做一段時間 謝謝 我們要早就再用來 早就吃點飯 你說吃點飯 吃點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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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的研究 因為那是我們在 之前我待在農改場的時候的 就已經覺得的想法 因為大家都做得很辛苦 所以每一個人都需要 人家一些鼓勵 然後我們把 魚秒跟種魚的部分 就是在做階段式的養殖 把它養到一定的大小 才到餘溫的意思 那這樣子其實承擔的風險 跟係數就會稍微再比較少一點 那我們跟水染試驗所合作 也算是蠻多的 因為我們近期就是 除了自己選域的 這兩年間的魚種 品系上有上面這幾種類的 無國魚以外 還有下面的超雄性 是跟水染試驗所寄轉的 以及海水無國魚 那我們的想法比較簡單 就是說 我們現在要去跟國際打拼 重點是什麼? 重點是我們要跟人家 比那個時間的長短 時間長短你不可能 你現在說你要超越它 就是很快 所以我們想法是 一直吞進這個品種 那自己也持續的 選域品系來進行雜交 那我們未來只要是 針對國外的訂單的時候 我們他們需求什麼 就可以產出哪一種的魚苗跟種類 那我就可以佔有這個市場 那也有跟水智所這邊寄轉的兩支菌 跟我們自己的活菌做搭配 也是整合到產品中 那現在這個已經外銷到東南亞的相關國家 所以我覺得國內的東西不是不好 而是沒有很多人去捧摸它 或者是說進行整合 剛剛其實很多前輩也聽到說 最好不要什麼事情都自己做 當然我們也沒有很想要都自己做 我們只是想說 遇到問題你就非得解決 如果你是一間公司 什麼事情都要自己解決的時候 你就開始要導入很多很多的元素在裡面 那我們也有從事相關的設備 剛剛提到的部分 這個是魚苗的分塞 就是為我們的選育 長期性的永續去開發的 那目前這個東西是針對魚苗 但未來我們會希望朝向 像挪威的系統化標準化養殖 那因為我們其實國內 現在大部分都是比較小 或者是比較廣的養殖者 那我們希望把它變成集團式 或者是公司化的管理方式 那你只要到後來收成 可以有一些省工機具 包含從西餘收成到後面分塞 這些都可以讓品質以及成本下降 所以我們現在方向都是往省工機具 讓它可以讓現在可能高齡化 或者是投入人變少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調整 而不是只有做一些監控 因為其實對我來講 監控的部分其實大家很多監控設備公司都很新 而且在大數據的傳承上面 可能還是有些問題在 因為就像我好了 我現在要給我的新的一些同仁 教導他說那個東西怎麼看 他們其實都看不太懂 反而是說你找一個可能管理系所 或者什麼其他的系所 不要是雖然養殖系所 然後直接來教他 他都照你一步一步的來講還比較快 學習方面比較 也比較獲得了東西 所以現在其實不是很多人是 雖然養殖相關的來投入這個產業 反而是像我們這些就是不一樣 但是有興趣的人投入的居多了 那再來是也是跟公民這邊合作的這個 我覺得快摘世紀也是一個方向 因為其實大家一直討論食安的問題 但是食安的部分大家其實都一直討論後端 就是說他後面有用藥之後再來考量說怎麼樣 或者是有沒有要用藥 那我為什麼不在前面就跟他一直導入防疫的這個部分 因為其實防疫這件事情比後面要處理還容易許多 以農業來說的話是已經很擅長 但是以漁業來講我覺得不要說擅長就是他不太用 所以就會變得很麻煩 而且當他進入要到獸醫體系的時候 根本就很難找得到配合的人 這可能也是又變麻煩水產試驗說 你幫我驗一下我已經 已經隔屁了這樣 然後狀況也不是太好 所以我覺得在前面如果能做一些防治 會比後面才討論這件事情容易多 那我們現在已經是做到就是偷偷手的選 就是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亂了那麼久 公司也慢慢的往上想要跳一個階級 之後我們已經討論是往Tenkey方向去輸出 那我們不是把把台灣的部分就是就是放在後面 而是說我們這個Tenkey它是可以永續性的針對國內外 因為剛剛提到其實你總廟如果做得越好的話 我都一直賣它雜交F1 我沒有必要我沒有必要跟還是留在台灣 沒有必要除去說就是一定會上市自己的東西 然後再來配合就相關自己的配套跟一些資材 最後像收成的服務端都可以做 所以我認為這件事情不是很困擾 未來希望大家都可以往這個方向去去做 那我們自己的目標是因為從養殖上方那一條 是我們現在養殖一定會遇到的 你一定有種種源就是所謂的種魚到種苗試料病害 養殖管理偷偷這樣到銷售 那我們認為其實你可以自己做 就是我覺得自己養殖物可以自己做的是相關種源的收集保存 當然我不是說叫你保存大量的 因為現在水事所都那麼多地方都有水事所的相關單位 那就可以把這些東西提供給他們 最好就是活得好好的 不要是細的 然後再來就是優良的種苗 然後其實我去挪威的時候我發現他們那邊的鮭魚產業 因為就是飼料端的配料越來越強大 也朝向一個減少成本的方向去 所以這端台灣其實自己本身也是需要多多琢磨 雖然我只是生產者 就不是飼料廠 那病害診斷及管理這個是一定要的 因為剛剛提到其實他的病害的越來越多 也多很多麻煩 那省工基居是我們自己覺得目前現階段最需要的 因為投入的年輕人也少 高齡的前輩也沒有辦法再一直做下去了 因為實在是生產者這邊需要很多的人 所以我覺得基居的資源化 像搬運車啊 那種農業的做很多啊 就這方面的連他移動都可以這樣子跑來跑去 是載著一個人載著一包飼料 那我覺得這個在約上應該正常要配合像農業的角度 然後再來是水質監測 剛剛提到說其實你監測高了 半天你給他看他可能也告訴你說 他好像有起伏耶 但是他不知道那是什麼部分有問題這樣 這不是腦筋有問題 而是他就是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這是專家諮詢的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說他到底是怎麼起伏 那那個起伏能看得出來的人 他要寫下來說這是什麼 他這樣才有辦法傳給下一個人 那這樣子在做SOP 以及真正就是規模化 或者是標準化養殖的時候才能達到 然後就是再來就是規格收成分餘 以及產品價值 產品價值的部分剛剛我覺得那個私木魚 這部分已經非常的強大 都可以應用到各種魚類 雖然我們是主要是金木鱸魚跟五鍋魚 但是我覺得各種魚類都都可以往這方向思考 其實我們今年金木鱸魚也崩盤嘛 就我們現在也是兩個時間都也還蠻慘的這樣 但是我覺得這是就是價值的問題 就如果那一條成魚它變成魚片 它的單位的重量變小了嘛 那你從魚片又把它變成產品 那單位又變小 所以我覺得這個當務之急是台灣一些食品廠 它可以去幫忙討論的 因為我們擅長就是大量的生產 不擅長去把它變小 對我們希望它變大而已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真的是有很多跟大家合作的契機 那最後我們是希望 因為人數也少 土地也分散 那我們希望他們只要透過我們的養殖方法 養我的種苗 甚至到用我的SOP 我就是把它回收回來代銷 因為我是外銷廠 現在是拼量 如果未來不是拼量是想要精緻化的時候 其實也需要各位前輩們幫忙把它變小 謝謝 謝謝 鄭偉 各位先進 大家好 其實 我跟各位也是一樣 其實大家都說大家是半路出家 我也是半路出家 而且我才加入養殖 養殖的這個圈圈不到一年 其實不到一年 但是我在這個圈圈裡面其實看到很多問題 那好在是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老闆很支持我 支持我在這個行業任意的作為 所謂任意的作為 就是說我想開發什麼 他就支持 我想做什麼 他就支持 因為他本身就是農家子弟 所以我們公司其實也成立了十幾年的時間 而且成立的時間也很妙 是在2008年的金融風暴的時候 到現在還沒倒 所以我想以後要倒也 也不是很容易 那我們現在有拿到這個創櫃的股票代碼 那老闆的經營理念一直都是一個智慧自動化的部分 那我們本身就是工業起家 工業起家 我們公司在台中 那這個產業的一個機械整合 單晶片的開發 城市的設計 專用機的開發 到現在最新的 所謂的iFish的 智慧養殖系統 智慧養殖系統的開發 那我們最大的特色 其實有五大特色 就是 其實我認為裡面最大的特色 就是經驗法則數據化 我們很多養殖的前輩 其實都沒有將經驗法則數據化 但是 其實我在這個行業 我有接觸到一個養殖的前輩 那這個前輩非常厲害 他二十年前 自己就去美國 引進了這樣 所謂的智慧養殖的設備 那他在十幾年前 其實養殖已經達到百分之百的 這個收成率 而且不用抗生素 非常厲害 那他也把這樣子的solution 都把這樣的技術都轉移給我們 所以我們希望用這樣的技術 可以運用在漁業的部分 未來也希望可以有做到 這樣子的百分之百的 完全養殖的部分 那我們產品有幾大主兜 就是 其實我們產品就是像 積木一樣 可以擴充 那你需要什麼 你買什麼 還是你想一次買整套也可以 可是我覺得在養殖業 一次要買整套的人很少 所以我還是主兜 你需要什麼 我賣什麼給你 好像 現在的一個 水車警報 然後 還有水車的節電控制 水質的管理 還有影像的辨識投料系統 還有大數據的一個分析的軟體 其實到最近有一個最新的是一個 加工端的生產履歷的整合 生產履歷的整合 那這就是我們的整體架構 有一台主機 透過有線或無線或NBLT的方式 去把所有的數據撈回來 再做額外的一個回溯的控制 做額外的回溯的控制 那讓我們的一個生產者 他可以在雲端的部分 遠端的部分 透過手機或是他的平板 可以去操控他現場 他也可以去了解他現場的一個 整體的數據跟數值 那如果有警報或是異常的時候 我們可以這設備會馬上發LINE 打電話通知我們的一個業者 所以讓我們業者可以不用24小時 整天都顧在雨池 整天都顧在雨池 那我們的水車警報系統 其實我們的設備應該是這樣子說 你需要什麼我就是添購什麼 像今年大概9月多的那個時候 我們也有業者是因為欠向的問題 導致的欠收 那所以水質監測有想要什麼 想要欠向的控制 想要電流的預警 這些我們都有 那再來就是水車節電 水車節電這個比較特別就是說 你不用更換水車 那我利用我工業的一個控制器 我可以來把你的水車調速變慢 那我們有實際測過 一馬力的水車 一天的用電量大概是在30度 那我們把它降了10赫子的時候 它一天的用電量大概只有 大概只有22度 減了大概快25趴 那也可以使用這些感測器 來做一些回溯控制 你白天不開自動關掉 或是你白天你把它弄成慢速自動照流 這個我們都可以做到 這個我們都可以做到 好啊那這個就是水質系統 監測 水質的部分其實我們現在也不那麼的足推 因為其實我們發現問題不是在水質 問題是在土質 所以我們有一些抵尼的一個監控的一個感測器 監控它的這些抵尼的ORP或是PH值的一個質變 那微型氣象站一樣 其實在風向風速大氣壓力跟這個雨量 它有變化的時候也是對我們漁業有很大的一個威脅 所以我們也透過微型氣象站把這些數據收集起來 讓我們的業者可以去做一些回溯的一個追蹤 這個就是手機的一個監視畫面 我們希望我們的業者可以跟數據有多連結 因為像這個是用在這個畫面 它為什麼會這樣跑 這個畫面是用在環境處理污水處理 他們每天所做的監測還有數據的變化量 就是會變成有這樣很明顯的曲線的一個起伏 很明顯的曲線起伏 那他們對數據的連結就非常非常的明顯 那這個是水下的一個監視系統 因為水下的水下攝影機 目前來說在高濁度的環境其實是看不到 但是我們已經開發到一個基本的一個濁度 我們還看得到底部的蝦子的一個攝的情況 還有我們有用抗海水的一個攝影機 辨識水面的一個攝額的情況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做到將近七成的一個步驟 那連結攝影機其實我想要在這個部分 多稍微琢磨一下就是說 我們很多養殖業者投耳機開了 今天魚不管吃或不吃它一樣都投 或是溫度改變了它吃或不吃它一樣都投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個水上智慧辨識的部分 來了解說今天我投料了魚不吃 那我是不是要把耳料減少一半 我繼續投 投了半小時它繼續不吃的時候 我是不是把投料機關掉 並且產生一份報表叫說 我投了多少耳你魚沒有吃 然後我的投料機裡面還有多少料 那我隔了多少 比如說兩個小時或三個小時之後 我再繼續投耳 它再不吃我再產生報表 我們用這樣子的方式來節省我的耳料 避免底質的質變 跟所謂的這個水質的質變 然後也節省了這個飼料的成本 增加換肉率 其實挪威他們這個鮭魚的 像先生跟我分享 挪威養鮭魚他們換肉率一公斤的飼料 可以換到一公斤的一個魚肉的時候 他們其實也是用類似的做法 只是他們比我們稍微再前進一點點 那我們也是朝著這個目標下去前進 這個就是我們數據分析的一個應用軟體 那這部分就是我要強調 經驗法則數據化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這是未來我們管理我們魚尺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利基點 那這個保養劑跟 長效型跟保養型的底質保養劑 其實這是我們針對養殖 我們回收到的一個參數之後 我們去做的一個產品 這個產品它可以真的有效的保養我們的底質 像這個魚尺它 右手邊這張圖片 它已經 人在說會哪裏 它也不管了 它就投了四包下去在它的魚尺 五天之後它把這些藻類弄掉之後 其實它這一個養白蝦這個部分 它今年收了五成 它今年收了五成 它說它從來養白蝦沒有超過一成過 它養了六年沒有超過一成過 它這一次可以養到五成 它也很開心 好這個就是水質的一個對照的一個圖 那再來就是說生產履歷加工履歷的整合 其實這個部分我覺得也很重要 因為其實我們假設我今天生產了一批魚 那一千斤交到漁場裡面 其實業者他們並不知道 這一千斤裡面是有幾條魚 那我透過我這些設備 我的屬於機來瞭解 讓你瞭解說我的設備 我的這一批一千斤的魚 我這一次是九百隻 可是我下一次卻是一千隻的時候 那我是不是到底要怎樣去做一些變化 那我這九百隻的魚 跟一千隻的魚 我可以去做怎麼樣子的一個加工的調配 我加工出來的產品 本來可以有一噸 有兩噸 那我透過我這樣子生產履歷的一個整合的時候 我可不可以更知道說 那個你養殖的部分 你的飼料該怎麼調整 你其他有什麼部分你該做調整 讓我們去做一個更好的一個結合跟應用 所以我們的部分其實就是協助在場的各位 你們有整合的需求 你們有開發的需求 我們都可以去針對你們的需求來討論 然後我們先從一個痛點的部分先來做一個解決 那真正的達到說有效的永續環境利用 有效的環境利用 永續的環境利用這樣子 好 這是我的簡報 謝謝 謝謝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開始的比較晚 那但是我們這個主持會 通常擋在大家跟午餐中間 永遠不是好主意 所以想說如果有人餓 就先吃一點那個桌上的 然後這邊的場地的主人 這個說這個台江的清清水土 然後大家手上有一個 他們在就是黑麵皮露 這個不用的時候人來用 但是人來用的時候 你拿的那個 它有一個良環 就是必須要比那個大才能夠拿走等等 它都是在地的一些文化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幫忙閱讀完之後 去擴散 那然後 他還有給我一個叫 語音繞樑 是這邊的一個傳統 屬於歌 對 就是剛才講的這個 不只是買賣 而是教育 就是在促成買賣 雙方的信任的同時 也分享這邊的故事 這邊的情感 當然我們現在屬於是 用AI在屬於了 但是我想後面的 就是說讓大家在建立 幾乎性的這個 我們叫萬物聯網的這個技術 後面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那 消費者即使在很遠的地方 也可以通過這樣子的技術 來了解這個生產者 所在這個情境 我想這個也是 雖然這個 就是大概沒有辦法 再靠屬於歌 但是其實這個 合成屬於歌 也是可以想像的 Anyway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其實我自己學到很多 然後也很高興大家分享 實際在第一線碰到的 就是很多觀察 那其實很多朋友 提出的問題 其他朋友好像已經 有一部分的解決方案 有一些朋友 碰到的這個狀況 有前輩也碰到過 所以我想 因為我們把前面的這個 引言跳過了 我們是不是還是 請中期處的副組長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今天所學習到的 那接下來的話 可能就是麥克風 就直接往右傳這樣 傳一圈 那看有沒有什麼 就是希望促成 在看未來會看這個錄影 或者看這個竹子稿的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你呼籲 特定的想要看到的人 可以做的 或者是覺得說 有更多人 可以一起來認識什麼之類 就一個我們叫 call to action 就是大家可以做的事情 那也不勉強 這個分享的時間長段 我們是不是先 這個請 謝謝 鄭偉給我們的一些勉勵 那他剛剛手頭上 都拿到這個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推動這個 我們分享 他如何把經驗法則數據化 接下來我們一會開始 進行我們的綜合座談 那我們就會把我們的主持幫忙 交給鄭委證 我們到幾個 我們原本表情到11點20 所以大概還有5分 那我們是不是到11點半 那15分鐘 能進行一個QA呢 對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開啟的比較晚 那而且我們這個主持幫忙 擋在大家跟午餐中間 永遠不是好注意的 所以想說 如果有人 就先吃一點 那個桌上都容易吧 然後 這邊的場地的主人 這個說 這個台江的清清水土啊 然後他手上有一個 他們在就是 黑面皮露 這個不用的時候 人來用 但是人來用的時候 你拿的那個 他是有一個良環啊 就是必須要比那個大騰 能夠拿走等等 他都是在地的一些文化 那也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幫忙 閱讀完之後 去 去 擴散啊 那然後 他還有給我一個叫 語音繞樑 是這邊的一個傳統嘛 屬於歌 對 就是 剛才講的這個不只是買賣 而是教育喔 就是 在促成買賣雙方的信任的同時 也分享這邊的故事啊 這邊的情感 然後我們現在屬於是 用AI在屬於歌 但是 我想後面的就是說 讓大家在建立互信的這個 我們叫萬無聯網的這個技術 後面還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消費者即使在很遠的地方 也可以通過這樣子的技術 來了解這個生產者 所在這個情境 我想這個也是 雖然這個 就是 大概沒有辦法再靠數一個 但是其實這個 合成數一個 也是可以這樣 Anyway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今天其實我自己去了很多 然後也很高興大家分享 實際在第一線碰到的就是很多觀察 那其實很多朋友提出的問題 其他朋友好像已經有 一部分的解決方案 有一些朋友碰到的這個狀況 目前被 也碰到過 所以我想 因為我們把前面的這個音言跳過了 我們是不是還是請中紀處的副子長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說 也今天有所學習到的 那接下來的話 可能就是麥克風處直接往右傳 這樣傳一圈 那看有沒有什麼就是希望 促成再看 未來會看這個錄影 或者看這個初次稿的朋友們 有沒有什麼你呼籲特定的想要看到的人 可以做的 或者是覺得說有更多人可以一起來認識 什麼之類 就是一個我們叫Code Action 就是來可以做的事情 那也不勉強這個分享的時間長短 我們是不是先這個請您 謝謝政委給我們一些勉勵 那他剛剛手上都有拿到這個 對不對 這個就是我們在推動這個 我們所謂的永續SDG的目標 在聯合國裡面有一個 永續的一個發展目標 那我們台灣雖然不是聯合國的會員 但是在唐政委的代理之下 我們就是身兼事實 我們推動所謂的在行政院的高度 推動社會創新 我們有一個行動的一個方案 那社會創新行動的方案就是 透過公司協力的方式 用社會創新的一個方式 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一個議題的一個主軸 就是在於怎麼樣去 這樣永續這樣漁業 怎麼去凝聚友善海洋環境的力量 那為什麼選擇台南七谷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台南七谷就是我們 無論是陸上的一個魚溫養殖 或是前海的養殖 它的面積是台灣最大 台灣最大的一個養殖的一個地方 那也今天的一個討論 其實上也讓大家知道養殖業 所面臨到很多的一個問題 挑戰跟需求嘛 那經過了大家這樣一輪的一個討論 大概就是有幾個面向 就是說怎麼樣去 其實總統也很關心說 你像我們很多青年 青年反鄉遇到了這樣的一個問題 透過這樣的會議大家來交換一些意見 那實際上我今天也是學到很多 比如說不論是從生產生活跟生態嘛 這樣三生一體的方式 或是說從三度的一個思維嘛 我剛剛學到了 比如說怎麼樣去透過深度厚度廣度 對不對 這樣的方法來做 那簡單來講就是三個面向 就是像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 去向下扎根 因為今天的話 其實很重要的話 是怎麼樣去推廣這個食農教育 特別是在食魚教育的方面 就是說怎麼去 這個方面的話 就是最主要是連結在地 連結在地的一個青年 那我們怎麼樣去創造這個 透過教育 去創造這個生活的一個記憶 創造一個連結 就像我們 我之前這樣講的 去育教娛樂 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是讓你小孩子從小就養成這樣的一個 食農食育教育的一個生物的一個回憶 他才會重視的怎麼樣的一個環境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怎麼樣去向上提升 就是說透過生產的一個技術的 養殖技術的改善去連結產業 這個面向也是我們今天很重要討論的一個議題 那我們也看到怎麼樣去友善自然的一個養殖技術 甚至進入到智慧的一個養殖的一個技術 將經驗的一個法則數據化 透過智慧養殖 甚至生產履歷甚至加工履歷的完整 來強化我們消費者的一個信心 甚至改變我們消費者對於漁業 對漁產品的一個消費的一個形態 甚至在透過產品行銷 怎麼樣去透過體驗經濟的方式 那當然我們就跟大家分享了 然後四目魚這個泉魚循環 泉魚 整隻四目魚都可以當作一個非常有效益 經濟效益的方式 甚至打造一個體驗經濟的方式 變成瑜伽瑜樂一個休閒瑜業的一個 六級產業的一個方式 這都是我們去創造向上提升這個價值方面 我們必須要再去思考連結產業 連結技術連結在地的青年 這樣一起來做這樣子 那第三個面向就是說 怎麼樣去結合力量 一起來向外這個延伸 當有一個成功的一個model模式的話 怎麼去複製 跨業的一個交流合作 那最重要的是打造一個 能夠sustainable 能夠持續的一個生產性 其實我們今天講這麼多事情就是說 地方創生 青年返鄉 那其實就是有一個機制 能讓這個生態系能夠活起來 你看這麼多有志的青年 對不對 這麼好的技術 有這麼好的一個相關的一個 輔導的一個措施跟政策 那怎麼樣透過這樣的一個 今天的一個大家的一個共識 能夠大家一起來合作 甚至說未來 這樣好的技術 典範的話可以走到一個 國際的一個合作 正我們剛剛從那個 對於非洲台灣我們設計的一個年會 其實像這很多一個國際上 台灣的力量 不能被忽視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 台灣can tell 就是這個用意 就是我們有好的一個 solution 的一個model 這是可以讓台灣在國際的能力 能夠被看見 那未來的話 像剛剛整場說錯的一個概念 這樣的一個技術 是不是可以能夠透過這樣的管道 形象到國際 我想都是今天我們學到的一個 很重要的這個三個面向 從生產、生活、生態、向下扎 跟向上提升跟向外野生 這三個面向 來讓我們這個社會創新的模式 能夠永續漁業 漁業的競測力 能夠不斷的提升 大概是我今天的一個學習性 謝謝 謝謝 謝謝各位 這個老海中不當然在轉折 17年的過往 怎麼會有這種撒盡、這種勇敢 然後還要一路走下去 我常常在就是 在這個接待客人的時候 我會碰到各式各樣 這個不管是一般來的 隨意觀光的散客 或是有一些專門目的 進來的客人 然後我常常有一些很大的衝擊 然後就是 像我在這一段時間 我常常遇到有一些 譬如說像 菲律賓的餐廳團 他就是台灣人帶著 台灣人的投資人 到了菲律賓去 菲律賓是一個 拭目於是他的國語 那我們台灣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demo的樣板 就是我們台灣是一個很成功的 濕木於完全養殖區 然後這個濕木於之魚 菲律賓 我想他就是一個國語的 一個這樣子的位置 但是他們還一直停留在 就是沒有任何的加工 你可能就是事情想不傳統 這樣的吃法 完全對於加工 這一塊是陌生的 然後我在去年已經遇到了兩三次 就是這樣的一個參訪團 有當地的省長 然後帶著我們台灣人 然後就是一同浩浩蕩蕩來台灣 然後從北到南 然後看了一輪之後 回去這個台灣人亂聯絡 是不是有可能 來這裡成為我們的團隊 或是來這裡投資 你需要的魚 我可以銷售給你 因為我們這裡有絕佳的環境 然後純天然的水域 然後完全沒有颱風 然後一年可以量搜 然後我的是純天然水有機的 然後價錢你的一半 就是我可以銷售回來給你 那你要什麼樣的規格 我都可以處理 然後我希望我可以跟他們合作 做觀光漁場 然後把加工的這一塊 通通到那邊去可以做 那我的回答是 我老老啊 腳肉也跑啊 然後他就送我一句說 你比較愛國啊 然後我比較愛國 其實聽了之後會有點心有疾悅 我很努力的跑 我很努力的在做 可是我們還是很慢 還是很慢 然後你沒有辦法抵擋別人跳躍式的成長 跳躍式的跨越 這是你沒辦法去阻擋的 他來了之後他就回去告訴我說 我們即將規劃一個 我去看過了台灣的工廠 50倍大的這個場 然後我們可以整整整多 我們的東西銷售能夠到大垮超市 我走了17年 17年我的每年的台灣食品站沒有缺席 從第二年之後就開始走 走了17年才有了敲門的機會 然後可以讓超市願意穩定下單 這很困難 這很困難 因為展會要錢什麼都要錢 一個人很難做到 但是做到現在 你說賺了大錢嗎 沒有 然後房東一句話 我可能所有的投資從頭再來 然後大豪宅就會變成小鐵皮 這些東西是可能我會發生 可能很多人也會發生 他真的很辛苦 然後我還要這樣做 我也不知道我的路在哪裡 這是我一直做到現在 就是我無法講出來那是什麼樣的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樣的路啦 但是只有一個信念告訴我自己 如果我不做 就是不甘願 就是不甘願 我就是不甘願讓別人說 我就直接跨越你 因為明明我已經超前了那麼多 可是就欠了一點點 就像燒開水一樣 如果我不自己去燒 所以何時會滾 我不知道 那我一停什麼都沒有 那我覺得就是可惜 那我是一個私人企業 我從來不會有一個心態說 誰應該幫我 因為創業這件事情 是你自己願意要做的 你自己想要投入的 不到十萬塊能夠走到今天 如果成功的定義 它是算賺大錢 應該還很遙遠 但是如果成功的定義 是我找到我存在的價值 那我想我自己是很肯定 那我只能靠灑勁支持 可是如果靠灑勁 就能有飯吃過火 我覺得那好像也不是健康的心態 就是這是我的一個存在的想法 對 那我是不是還能夠繼續走持七年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不但給自己打氣 堅持挪一不放棄 才能看到明天的太陽 對 那我想這也是我們漁業遇到的 很多共同的空間 那就是再次分享 謝謝 大家好 我大概分享一些 因為我剛剛可能開了這個頭 就是半途出家 就是大家每個人都用這個開頭 然後我就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關於年輕人這件事情 就是我分享一下就是說 呃我們自己在 比方說剛剛 剛剛理解說 怎麼樣讓三老的人回來 那其實我們 我們認識的是年輕人 我們自己覺得說 怎麼樣在販售跟教育之間 找到一個位置 那我們常常在分析說 怎樣做的 我們這種教育的受眾 是誰願意掏錢 這是親子 那親子 但是我們會突然想說 欸這其實這個思考方式 其實是誰願意掏錢 誰願意掏錢 那反過來我們卻反而是覺得說 不用常緣來講 因為永續來講 其實我們應該去想怎麼樣 讓現在的年輕人願意去吃魚 願意去煮這個魚 然後其實講大一點就是 如何讓他們願意去吃國產魚 對那這個是我們需要 我們也在我們吃魚教裡面去想的 那這其實需要一些創新的手段 因為年輕人吃 吃這一套 他不吃老一套 他就是你怎麼樣去吸引他 這個真的是需要 包括生產者跟我們這種行銷端的 一起去激發一些想像 讓他們願意去買 像我們可能就會說 欸有換一種說法 就是說欸這是一個非常好討好人 不要弄文革 很好討好人的料理 因為要煮給你的女朋友或你男朋友 或是你要孝敬你爸爸媽媽 你可以用這個下手筆水腳還簡單 這樣子的一次這樣的修法 那這是一種年輕人 就是讓年輕人願意吃魚 另外一種就是養殖的青年 我們認識的 雖然我們可能母體沒有那麼的大 但是就我們所知道的樣本裡面 很多回家養魚的返鄉青年的養魚 都不是念養殖魚業 他其實本來都不想做這個 那他可能一些原因或是怎麼樣 他回家接行業 另外一種會回來養的 就可能像在座最級的就是 你們有一些有興趣 或者是在先起投資的資本 這個是有經驗的 他會回來養魚 那我們認識的是比較多是街區家業 那街區家業他們就是說 欸我少繳了很多學費 因為長輩已經有經驗了 但是這樣的問題就是說 因為街區家業 所以他的養殖業是封閉的 他的知識的傳承都是封閉的 那另外一群人就是他有付學費的 就是我們有在高科大 以前的高科大現在是高科大 以前的高海大現在高科大 有很多學養殖的青年 他們反而我們認識的是 他畢業之後並沒有從事這個行業 因為他的入門的門檻太高 還有就是產跟學之間的嫌階有問題 他出來之後他不知道怎麼開始這個行業 所以他就去做別的事情 所以這個大概是我 我從青年的角度來回應 今天我們聊的這個小小的一個角落的一個回應 來 謝謝 大家好 其實我個人覺得養殖產業的構成 概分為三大塊 第一個是人 第二個是我們的一個環境 再來是養殖的生物 可是我覺得無論是生物或是環境都好 其實人都是重要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這個工作需要很多公司協力 一起努力來完成 我舉例來說 剛剛大家有提到很多食育教育的部分 其實這幾年無論是農務會或於月暑也好 其實已經投入很多經歷 就像剛剛講的 我們要怎麼教導小朋友 有這種感情跟溫度去吃魚 所以其實這幾年我們也投入了在國小 有辦了一些行動劇 請了比較用生動活潑的方法去 去在校園裡面去推廣 然後推廣校園午餐 甚至我們也從多方的一個去研發 譬如說以食物魚為例好了 有很多學校為什麼他的營養午餐 不願意選擇魚這個品項 他寧願選擇續情 第一個可能是價位的關係 那第二個就是有些家長會擔心說 他的魚翅小孩子不會蹭一起 所以我們就是會有研發很多產品 那譬如說虱目魚 其實我們也今年也有合作 就是說把虱目魚做成虱目魚牌 其實就把那個翅墮碎了 也解決了這樣的問題 然後也跟教育部合作 去導入到校園午餐 那我想對小孩的教育是不夠的 因為如果你的學校老師都不愛吃魚 你怎麼會去讓你的學生吃魚呢? 你的家長都不愛吃魚 怎麼會去讓學生吃魚? 所以其實我們也辦了很多場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食魚教育 針對學校的老師 或者是學校的一些採購人員 甚至是家長我們在超市等等的 所以像靜音姐其實也被我們邀請過去 對這些學校老師去擔任講解溝通 那除了這些以外 我想還有很多很多的管道 是需要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的 這是在食魚的部分 那在青龍的輔導我想剛剛講的 人力的缺乏我想不只有是說 還有補充所謂的一個外國的人力 我們怎麼樣把我們所需人力的這些智慧化 像剛剛提到的iFish 這些自動Sensor感染 還有健身提到的有一些 我想健身也是 農務會約束其實也有做了青龍的一個輔導 那健身其實也是我們的成員 他就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會有一對一的陪伴 看其實不同的人剛剛提到的 也許有一些他是需要養殖的技術 有些可能是需要行銷的推廣 或者是另外方面的技術 我們會有這樣的輔導陪伴 甚至是說 因為青年人對於薪資的接受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會安排參訪 就像剛剛先生提到到挪威去參訪 在挪威這樣子的一個國家 他們對於所謂的自動化 或者是企業化的一個這樣子的一個經營 我們可以自己做什麼樣的改變 這些都是我們在做輔導的 那我這邊要特別感謝我們經濟部 因為我想光剛剛講的公私協力 那公的部分光靠農務會力量可能也是不夠 我也很感謝經濟部可以投入 因為我們有一些經驗 其實也需要借重以前經濟部 在輔導中小企業的這種經驗模式 所以其實現在會也滿多案子 比如說跟中國生產力中心也好 或者是那個一下子想忘記 在那個杭州南路上的那個 也是以往也做了滿多 中小企業怎麼知道 其實我們都有在做合作 那我想就是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大家一起努力往前走 好 謝謝 大家好 今天來參加這個座談 讓我收益滿多的 我很高興今天有那麼多年輕人 都住在這個產業 那實際上在這個雖然養殖這個產業 我摸索了大概二十幾年 大概實際上 實際上這個產業要成功 他的問題點滿多的 那實際上依我的經驗 實際上他這個產業要成功 大概最重要的就是在於他的市場 所以他的產銷是非常的重要的 所以剛剛也有年輕一輩來跟我講 對 就是市場 實際上市場是最難的 然後我剛剛聽了盧子信長 還有那個苦惠玉香 這三位年輕人的盧林 老實講我敢配的很深 實際上 就像我們在做技術面的現場工作一樣 養殖要成功 技術要成功 就是要散發 所以有時候同事會笑說 你就是這麼強 但是沒有錯啦 你就是要有心 你要執著 所以我很感謝這幾位的年輕人 另外在那個現在也慢慢從傳統養殖 走入到資訊化時代進入了AI 然後我剛剛也聽到幾位的公司 也發表他們的他們的產品 那我有些疑問 現在目前的話 大概在技術面都已經成熟了 然後我也不希望你們 再走一條龍的路線 太辛苦了 我是希望你們可以透過彼此 團體的整合 像相互結合的方式 來共同去促銷 不要再走一條龍的路線 真的很辛苦啦 那有其他應該是公民公司嘛 你們現在在研發那個基礎系統嘛 實際上余淼的基礎系統 實際上我所知道接觸的也蠻多的 現在公民演員也沒有在做 所以我認為你們自己公司 人也沒有那麼多 我覺得這部分你們要好好再考驗一下 因為別的研發單位 他們有限制的東西 你們可以拿來運用就好 因為基礎系統真的跟蹤也沒有太大 所以這方面好 然後再根據一些設備商的話 一些開發出來的東西 他都會跟我們討論 實際上有些不是他推不出去 因為是還沒有完全全熟 而且你這些東西你要應用在水產裡面 尤其是在海水環境裡面 他還有一段路要走 但是不管你們有這種傻鏡 我很配合 但是這個東西要慢慢再去突破 實際上沒有那麼簡單的 那以養殖部分 以我個人來講 我目前也舞蹈了幾家的養殖業 甚至有些是打場商 然後我看他們一路走過來 真的很辛苦 以天河來講 我想各位都很清楚 因為那個實際上 實際上我舞蹈是在走廟環的部分 實際上他們整個公司的生長 我覺得實際上都有重新再去檢討的必要 實際上他們真的走一條龍路線 真的走得很辛苦很辛苦 所以有時候付到勞動 我也不知道怎麼講 畢竟那是我的場 那真的是很高興 因為現在自己為了年輕人投入 我想大概是對養殖界 能夠注入性的那個心氣象 以上是我的今天一個心得 謝謝 大家好 我是補份餘鄉的小金 那今天就是很高興可以有在這邊 就是一直聽到大家主要的分享 那其實想要就就是 我們補份餘鄉這樣的小小的角色 可以怎麼樣去做 在這邊上面有一個回應 就是因為我們其實一直在建立 我們在僑廢者跟生產者之間的一個 僑良媒介的關係 那今天很多就是前輩們都提到說 有些相關的比如說技術啊 怎麼樣智慧化 或者是做種魚的反養殖 讓我們的就是養殖的技術可以更提升 那我在可能或許我們回到我們這邊 可以思考我們在這個方面的角色 可以稱為是 讓消費者怎麼樣去透過他們去瞭解 我們現在養殖技術的改善 然後可以怎樣去提升 我們自己本身吃的之間的物種本身 那這樣子透過消費者的理解 然後進而去支持他的水產品 讓生產者他能夠去 因為知道消費者去支持這件事情 然後願意再去提升他去 就是生產者去改良他的技術 然後這樣子這件事情 那或許我們在這方面 可以再多多把這樣子的智慧化等等 這樣的故事 或者是生產者他們去結合的 這樣子的一些經驗 那讓消費者能夠知道 那這樣子的循環 正向循環可以繼續再向前推進 那這是我們之後會再去努力的部分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那個我本身我其實有 我們設備其實是專注在兩下的部分 那其實下的產業從 從種苗開始 育種開始到種苗到培育到門禁 到所謂的一個加工 其實都 每一個環節都有很大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問題 可能也不是一時之間可以解釋得清楚 那所以這部分產官學的合作 我覺得很重要 這個我覺得勢必可能有機會 可以做一個專題的研究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給年輕人吃魚這一塊 其實我有個建議 其實說 其實像國外他們 他們要推廣一個產業 他們會做一個動作叫做比賽 他們會比賽 那這個他們國外有很多的競賽 包含在電視上面去做這些競賽的活動的時候 會吸引到很多的關注 那這個關注的時候呢 可以讓消費者更了解這些魚 透過 是因為他根本不會料理這一條魚 那你 我認為說 你如果只是從小朋友開始教育的時候 其實這樣子成效可能也不是非常大 那所以國外他們會用比賽的方式 來推廣這樣的東西 像自行車 自行車的環化賽大家都知道 透過環化賽的推廣 透過這個運動 結果一台自行車 買到我們手上 一級的自行車可能要三十萬 四十萬 汽車也是一樣 汽車的比賽 摩托車的比賽 透過這些比賽 來推廣它本身的技術 跟它的應用 結果一台車 要買到超跑一台 上千萬兩千萬 都是很稀鬆平常的事 所以外國人他們透過很多的經驗 累積比賽 分享 他們把這樣的產業做得非常好的結合 大家都會說 義大利的東西就是漂亮 義大利做的車子很漂亮 義大利人只要做輪子的 有輪子的東西都非常漂亮 腳踏車超 摩托車超跑 都非常漂亮 那他們怎麼來的 他們從好久的時候 原古時代 其實也不是原古時代 就大概五六十年前 他們就開始在做這樣比賽的運用 那環發賽的這個部分 也差不多是一百年的歷史而已 那我們水產養殖的部分 何嘗不能做這個方式 用比賽 怎麼料理蝦子 怎麼料理四目魚 怎麼處理四目魚 怎麼處理五鍋魚 怎麼處理五鍋魚 怎麼處理文革這個部分 來做一個比賽 來做一個分級的制度 其實我覺得 很有機會 可以把這個市場給做起來 但是當然就是要有相關的媒體 或是透過節目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宣導跟 招攬我們 比如說像健身這樣子的青龍 他們可以去參加這些電視節目的演出 來做這些水產餅的加工的一個比賽 我相信這個是很有一個號召率的 這是我的分享 謝謝 好的 我就簡單分享一下 大家都提到這個市場的問題 但是如果看國內市場 當然是覺得是內優外壞 那如果說看全球市場的話 你就會不一樣的眼光 比如說我們看吃魚的國家 哪一個國家不吃魚 再看那個魚佔全球糧食裡面 它大概佔百分之多少 魚它只佔了百分之五 只佔了百分之五 那未來這個全球人類它最主要的蛋白質來源會是什麼 會是魚 會是魚 為什麼 因為肉類大概就是目前的成長幅度 那魚它要消耗的這些生殖呢 會是比肉類要來得低 所以我們看台灣很會覺得發展有限 但是如果你看到全球的話 那個魚 台灣又是不一樣 那這要怎麼做到全球的市場 我個人覺得 還是客人觀點 我魚不一定要養在台灣 對啊 可以在全世界養魚 對 那全世界養魚 就是 什麼東西我們可以在國外的地方去立足 有什麼 我們要去想一下 那今天談到的那個 滿正的影距 都或許會是一個重點 那這個魚 將來要怎麼面對幾端的氣候 好 重球率才會高 這也會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覺得 養魚姑娘在台灣 養在全世界 特別養在落後國家 我覺得他們最開心 對不對 他們自己還可以吃 然後我們還可以幫他賣 對 彼此共好 好 那就大概 我們做一個分享 好 謝謝各位 大家好 就是 我是分享我自己個人的部分 就是說 其實我們也做很多推廣 因為我今天 我其實也是 就像剛剛研究一樣 我比較都針對主題性的問題 就是說 現在市科技的部分 是我們生產的很重點 但是我們早期是 很早就開始做推廣 所以才會 不能說起價這麼快 才敗得這麼冷的多的魚 所以我覺得推廣這一點事情 是真的很重要 那我給大家一個分享一個點 就是說 像我們去國外展覽 現在其實以前都在國內 然後後來去國外展 最大的問題點 但國外不是價格版的 就是它一定跟你說 拿著去越南的都挺便宜 對不對 這個就很難跟它拼搏 那所以在台灣 我們目前大部分出去的出口 都是它會跟你講說 你的品質這樣吃起來的 感覺它就是覺得比較好 那可能是風味上 也可能是各種情況 但是它沒辦法說得上 或者是其他的 我們不要講政策面的 然後起碼在至少在這塊 是想這樣子 那為什麼會有持續性 有這種狀況可以販售 我們一直在探討 因為我們是生產 我們希望能把它 毫定照它的方向去 我做不到更大的 小的那個又覺得成本沒合 所以就變加工應該是很痛不一定 所以我認為行銷這段是 吸水常有的一定要做 但我覺得加工那段真的 有很大的挑戰 如果可以做得好的話 只要重 我們說就是講 還有一丟吧 一一次 對我一個一筆架 那我們就放向往那方上去 不要說 又跟人家回來打原料 因為我們原料戰 就像剛剛可能 那個陳先生說 那我真的出去養了 因為我成本全部都下降 非常的多 我如果現在去越南 因為我們已經是 很多經驗的前輩的經驗分享 所以我們認為在這一段上面 他們現在是因為環境特好 但他們開始搞砸的時候 他也是吸水下來開始完蛋了 那如果我們這樣去的話 說不定真的很永續 可是我們是幫他永續 我們不是自己永續到他 但成本是一定下降 這以我們那個商業的角度來看的話 所以我覺得這一塊是 是為什麼我會說 我們想要做10P的原因 因為正常輸出最後的點是 你什麼都可以跟他買 你什麼都可以讓他吃你 他花錢跟你買東西嘛 對不對 那這樣的東西 他只要複製能力越晚 或者說他越難複製的話 那種這個語言比較好找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大家 好 我就不多 但給大家的時間 今天非常非常謝謝大家 其實氣候變遷跟環境永續 是加一個題目 就是說要全世界一起做 那我們這邊完全永續 而其他地方的碳排放到 最後是季末我們還是淹水啊 沒有什麼差別 這個太分子根本就不知道過街 那所以我想這部分 我們這邊討論的一切 我想就像我們在非洲分享的 就是我們自己的 不管是他們之前從我們農機這邊 是缺到了很多 或是說像這次我們推薦 因為社窗的講者去分享 說他用一塊美元 就可以做到這個的快篩 那以前WHO都要十塊美元 至少要八九塊 那這個其實是改變他們 非常多多於公共衛生的想像 那最大的差別其實就是AI技術 那講出來也不至於文青 就是這邊訓練好AI技術 在宜蘭在其他地方先 幾個醫院試用之後 因為肺血核體都長得一樣 好跟蛋分子一樣 所以到了非洲 我們這邊所做出來的 一個尖端技術栽培 馬上就可以運用 然後就可以接受非常多人 當然也是很大的傷子 所以我想這兩個是畢竟不配的 就是說台灣有這樣子 一個很好的創新的一個土壤 那我們做出來的 各種各樣的社會創新 有的時候 產品還不一定那麼容易打進去 就像這個陸老師說的 要再花很久的話是幾年 但是這個概念 可能一下子就可以轉播出去 那這兩個還是要一起做這樣子 那就讓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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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